金門中正國小前門一顆130年的老榕樹 上午突然攔腰折斷 再到塌前的三秒鐘 還有車子經過差點遭殃 樹枝斷裂瞬間發出巨大聲響 也嚇壞學校的保全 還好沒有人被波及 上門口前一輛休旅車行駛而過 但三二一 不到三秒鐘 重達千斤的榕樹突然斷裂倒下 瞬間樹枝還有落葉散落滿地 驚險瞬間嚇壞學校保全 所以有嚇一跳 有有有 那時候如果 很大聲啊 我坐在警惠室都聽得到 從另一個角度還原瞬間 黑車行駛而過之後 樹葉先灑落 不過隨其半根大樹攔腰折斷 下方的白色雙行車也嚇到 連忙往後退 這邊抽煙的時候 有聽到一點點的飄飄的聲音 但是不知道是上面 我有看到那個下面的土 都跟樹枝都已經擺起 回到現場一片凌亂 樹枝倒地就剩下半斜的樹幹 還在花圃中 這棵倒落的樹是一根位在於 金門中正國小前的百年老樹 樹齡高達有130年 疑似患有何根病 再加上颱風杜蘇瑞過境 31號上午無法附和 硬身倒地 金門的一個列管樹木 受傷的部分先去做切除 但是因為它樹體過大 所以它勢必要整個樹幹 我們要做縮減的一個動作 百年老樹突然倒塌 還好無人傷亡 接下來林霧局期盼能夠搶救成功 讓老榮樹能夠繼續陪伴當地人 記者翁家俊進門報導